你还有脸回这个家 老韩 你先消消气 你听文静说说 到底是怎么回事 行 你好好说说 你跟那个刘延到底怎么回事 当时我知道我自己怀孕以后 我很紧张 后来刘延跟我假结婚 组建了一个临时家庭 完全是为了我肚子里的孩子 可是我一直忘不了我孩子的父亲 所以结婚没多久 我就跟刘延说咱俩篱吧 又离了 昨天下午签的离婚协议 离婚是儿媳啊 你以后怎么办呢你 就是啊 晓风 伯母 伯父 这人是谁啊 程晓风 我以前的男朋友 是个医生 我妈见过他 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 是我一手造成今天这个局面 我愿意承担一切和我 伯父 伯母 文静肚子里的孩子 是我的 我一定会对他母子俩负责任的 当时是这样的 我们俩闹了点误会 分手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 文静肚子里怀孕了 所以 所以 所以这件事情你们千万不要责怪文静了好吗 你把我的脸都给丢尽了你 爸 爸 妈 我知道我以前不懂事 特别人性 分分点点的也没个正型 我错了 现在我也快当妈了 我知道做父母的不容易 我以后改 爸你要是特别不能接受 将来我这孩子生下来我自己一个人养 以前你老埋怨我 说我不是个小子你抱不了孙子 如果你要是能接受我肚子里这个孩子 如果他生下来是个男孩 他就是你的亲孙子 我让他跟您姓姓韩行吗 对 我尊重文静的决定 来 来 坐 别哭了 别哭了别哭了 喂 小北 我找到工作了 那么快啊 对 我现在在平安人寿营业部 晚上 咱们俩一起吃饭吧 今天晚上吗 我现在没下班呢 晚上咱们再打电话联系 怎么这么快 你好樊斌 我是你的同事我叫露露 露露 露露你好 晚上有时间一起吃个饭吧 晚上再说吧 好啊那晚上见 还为晚上跟樊斌吃饭的事发愁呢 嗯 实在不行我跟你去吧 那多难看 那怎么办呀 你都说了 但我觉得你要实在不想去 那也别委屈自己 我要不然跟他打个电话 我就说我今天临时有急事 改天再约 行 他不会直接过来找你吧 那还得试试呀 反正我是不想去 试试吧 试试吧 喂 嗯 你快下班了吧 嗯 我今天有点不太舒服 要不然那顿饭咱们俩改天再吃吧 嗯 怎么样他不同意吧 他同意了 那你应该高兴啊 晚上我陪你吃 他同意了 啊 嗯 我觉得把它写成一个民国的 嗯 挺好的 你以前的花剧怎么样了 好 没装成一个 那不是烦病吗 嗯 什么意思啊 把我推了跟别人吃饭 不是 你小脸上这不正好吗 你说他什么意思 是说明我们没有吸引力了吗 没有 谁啊 你给我吃吧 跟你说啊 哪天我们得 不行 我得去问 不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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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我千万别这样啊 你有没有吸引力 我最知道 跟他有什么关系 我吃吧吃吧吃吧 王八蛋 你还想让他缠着你啊 这样多好呀 我还想 从今天开始 我周小北再也不理樊斌这个人 你给我记住了 我记心里了 拿本记下来 行 回去我就写本了 吃吧吃吧吃 小北 我有个重 重要的事 胖子跟王源还闹别扭呢 你得想想办法呀 你就甭管了 这事包在我身上 百分之十太高了 我们接受不了 百分之五太低了 我们也接受不了 如果你们坚持百分之十 那我们等于 免费给你们中国提供产品 这个根本没可能 迪爱先生 请留步 你有什么建议啊 我有一个提议 说出来大家考虑一下 你说 既然双方都想要合作 不如各让一步 以百分之五为基础 若是我方售价高出了 曼秀的基础价 那么高出部分 双方平分 这个我可以接受 汪小姐 你真的是谈判高手 由于王源就职以来 表现卓越 经股东大会批准 从今天起 正式成为董事会的成员 谢谢大家 任满三年 将有机会成为 浩达集团的股份持有者 也就是合伙人 来 来了 走 小贝 来 工作的事情已经搞定了 合同也签了 三年之内 应该不会有什么变换了 可我今天找你来 不是聊你工作的事 我写了两页剧本 不是太满意 你能帮我对对词吗 没问题 可是还缺一个男一号 李李 帮你们家周小北 对对词办 我没时间 胖子有 胖子 出来一下 来 胖子 过来 坐这儿 我写了个戏 让你演男一号 帮我对对词 你演女一号 开始 小 小北 你给喊个开始 开始 人海之中找到了你 一切变得有情意 从今心中就找到了美 找到了吃爱所依 怎么能不像歌词啊 严肃点 胖子 你继续 一个阿就够了 阿 人生匆匆 心里有爱 阿 一世有了意义 阿 万水千山此生有人 相靠矣 相邪又相矣 同生同气 同心同意 无分彼此 用尽爱与吃 与你生死相依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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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啊 我这剧本里拿一号就叫胖子 继续 胖子 我以前说你是个没主意的人 我错了 多谢你帮我出的那个主意 让我跟国外 小北 我知道你打了什么主意了 什么主意啊 快点继续 让我跟国外达成了谈判 对不起 你能原谅我吗 王源 我也有不对的地方 我哪知道你见朋友会的第一句话就是 但是 我喜欢胖子 我错了 是我小心眼 我只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从第一天看到你开始 每一分 每一秒都没变过 以前我不管 但我现在只想告诉你 从今以后 我都会一直陪着你 你愿意吗 我愿意 好了 细演得不错 太棒了 听见没有 她说她愿意 听见了 听见了 她说她愿意 想什么呢 人都跑了追啊 王源 听见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学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要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 才飞进人间 是景团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只等不舍也不配 而我寂寞每一场你都看过一眼 也许你无所谓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而变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奉奔 欲在他也奔不孤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完美情人 房子不错 你想开价多少钱啊 你觉着能开多少钱啊 一百二吧 这也太低了吧 你不是着急吗 低了才好卖啊 行 但我要求一次性付款 你这吃的什么饭啊 午饭时间也没到了 饿了 饿了 我吃不吃 这个 这个没动 你吃慢点啊 房子看怎么样 房子很满意 价钱不满意 想让我再便宜一点 还这么便宜 这么好的房子 这么低下 有什么可犹豫的他们 来看了十几个人了 我有点着急了 别着急 这么好的房子不筹卖 走 好 那我 你想说什么呀 聊天 聊什么 男人的话题 管得着吗 你不是说什么 你叫自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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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伯 你是不是在偷吃东西呢 没有啊 你可别骗我 你在哪儿呢 你坐鱼家呢 你可别骗我 没有 我知道了啊 拜拜 你去哪儿啊 饭还没吃完呢 我去哪儿啊 我拖一下啊 她怎么了 痴猛了 太没出去了 老马 问你姐 你好 我问问你 人家酒吧是不是有什么事啊 没有啊 没有吗 没有啊 那胖子和丽丽在说什么 鬼鬼祟祟的 还不告诉我啊 来 好吧 是这样啊 这个店面要卖了 离了晚和正了晚下给转下来 可是资金不够 现在正想办法把房子卖了 这个事情别跟别人说啊 哦 行 我知道了 去忙吧 好 韩文静 你又背着我偷吃东西了吧 没有啊 她面包扎子在嘴上呢 真的吗 骗你的 周小北 我刚知道一个秘密 你想不想听啊 什么秘密啊 跟丽丽有关系的 求我 她怎么没告诉我啊 对啊 她为什么不告诉你呢 因为你没有钱 告诉你也没有用 你别去问她啊 你就当不知道这事 我来处理 那她这真卖了怎么办 你这卖就卖呗 什么时候卖就卖呗 你听我的没错 我自有主张 你有什么主张 快说 你别老吓唬我啊 对我温柔一点吧 我现在是个孕妇 我一受惊吓就容易 什么事情都想不起来 快说 我想起来了 我想买她的房 你买 对啊 你看 第一 我不能总住在你们家吧 我得有个住处吧 第二 就算我自己没有住处 我可以把它作为投资啊 给我儿子啊 韩文静看不出来啊 你这小算盘打得挺经营的 那是 我不跟你说了 我要去打算打算 什么是最好的价钱 你平时那么大吧 要不然这样吧 你比市场价高一点 买走怎么样 周小北 你还没跟那结婚 你的胳膊折往外滚 我是大方 大奥看是什么人 李李是谁啊 在这个世界上 只能让我韩文静大方的 除了我父母之外 就只有你和王源 还有我未来的儿子 这还差不多 你学这点吧啊 我先走了 不许动 把眼睛闭上 为什么 不许问为什么 闭上眼睛 来 跟我来啊 干吗呀 你问问 去哪儿啊 这这这这 来 坐这儿 不许睁个眼睛啊 什么东西啊 是你朝思暮想的东西 酒啊 好香啊 这是什么 米酒枸杞粥 我能喝吗 能喝啊 这是我托朋友 从乡下弄来的 自己酿的 毕竟还是酒 我不能喝吧 你放心吧 这个我已经经过 特殊方法处理过的 酒精完全毁发掉了 加热以后食物里的 氨基酸会比以前的多 不光你喝了没事 婴儿也会吸收更多的营养 那我尝尝 太好喝了 但是你不能多喝啊 每次只能喝一小碗 潜尝遮止 总量控制 太爽了 再喝一口 真满足啊 想不到 你还挺会照顾人的 好 文静 这段时间 我亏欠你太多了 从今天开始 我会慢慢补偿给你 好 你不在的这段时间 真的是多亏了留言呢 我知道 我答应他 将来做我们孩子的干爹 你有意见吗 我没意见 我得感谢他 我真的感谢他 他是一个好人 别哭了啊 怎么啦 怎么了 一天到晚求美苦脸的 没那么忙啊 在为酒吧的事发愁呢吧 你知道了啊 当然了 我掐指一算什么都知道了 你放心吧 船到桥头自然直 天无绝人之路 一切都会解决的 离房东给你的时间 还有几天 不到一个月了 一个月 还剩三天 三天之后 什么事情都解决了 三天 三天都有什么用啊 别安慰我了 你不相信我啊 你好 李先生 有个买主 点名要买你的房子 他看过房子吗 看过 看过 买主说他接受一次性付款 可是就是价格 跟您预期的相比 嗯 我说过多少次了 一百二十万已经是最低了 如果他觉着行 我们就面谈 不行就再见 你误会了 这位买主说他想出一百二十五万 你开玩笑呢吧 没开玩笑 真的 不信您过来看看就知道了 什么时候啊 买家已经在这儿等了 您要是同意 现在就约您过来签合同 好好好 我马上到 胖子 房子要卖出去了 哎 您 您怎么在这儿啊 惊喜 这位韩小姐就是买主 你们二位认识啊 认识 老朋友了 是吧 不是 你要闹什么要喝的啊 我货钱买房啊 天经地义 你现在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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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 你给房子那么好卖啊 亏得我名下没房啊 我还是本地户口 我能满足你一次付款的要求 像我这么好的买主 这么痛快的买主 哪儿涨去啊 就是啊 你 你干吗买房啊 投资啊 你现在请我投资啊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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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呀你 哎呀 啰里巴塑的 就等你了 快 签字 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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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怎么样 卖了 美丽 怎么样 怎么样 卖了吗 卖了 多少钱呢 一百二十五 怎么还多五啊 这哪个傻大款 傻大款 太傻了 太好了 这钱多人傻 找签合同去 哎 胖子 你不想知道这傻大款是谁吗 不管他谁呢 他签合同啊 韩文静 唐静 没想到吧 没想到 我没想到他这么有钱 我要知道是他 我就多要他点 哦 对了 今天呢 王毅给我打电话 说他跟阿比 准准备结婚了 哦 他姐都还没接他 还招什么急 就是 您胖子发生什么事 我们不急 等你跟李李接完了再说 为什么 最后结婚的 收的里金是最多的 拉倒吧 我俩都二婚 收的比你多 我打算从你那儿搬走了啊 那你住哪儿去 废话 我有房子呀 李李那房子啊 对 你跟李李说一声啊 赶紧把房子腾出来 我要搬过去了 这样我就可以好好折腾 我们家陈晓风 那李李住哪儿啊 住你家呀 就是啊 我跟胖子 都打算搬到一起住了 这样还能省一份房租 你都当副总了 你还这么抠啊 你笑什么呀 李李还没给你提结婚的事 没有啊 你还想不想结婚了 想是想 不过我觉得现在状态挺好的 不接也没啥 你病得不轻啊 我不跟你们说了 我要去做产检了 行了 你快走吧 好 小心点儿孕妇 好 对了 啊 樊斌最近那个工作怎么样啊 我也不太清楚 他反正没卖过保险 如果干得不好 肯定还是得走 正好 什么正好 你还记得上次 我跟朋友会聊天吗 嗯 他现在生意做得特别好 所以呢 他打算奖励他的员工 每人发一份保险 我觉得应该把樊斌 介绍给他认识 这个主意靠谱吗 嗯 凑合吧 还不谢谢我 嗯 黄总 来 你在这儿签 好 非常感谢你对我们的信任 和对我工作的支持 我一定不会让你失望的 嗯 谢谢 黄总 如果你遇到任何问题 你可以随时联系我们 还可以通过网络一帐通 手机客户端 或者直接拨打我们的客户电话 9511 这样你就省得来回跑了 嗯 嗯 这么方便 对啊 好的 以后 如果有适合老婆孩子的选中 你也可以给我推荐 好啊 没问题 好 那我先走了啊 好 彭总 那你慢走 感谢 你酒吧合同签了吗 签了 现在就等过户了 来吧 尝尝我 新调制的鸡飞酒 给点意见 好 怎么样 叫什么名字啊 嗯 没想好啊 哦 对了 嗯 韩文静让我告诉你 让你赶紧搬出去 他马上要搬过去住了 什么时候 也就是两天吧 这么快啊 快什么呀 现在没时间找房子 行吧 我只能去胖子那儿住几天了 你难道就没考虑过搬去我那儿住吗 上次你找房子的时候 我说咱们俩一起住 你不是把我拒绝了吗 上次是上次 这次是这次 爱去不去 得行 这算是正式移交吧 你放心吧 我会商量你的房子的 文静 有句话一直欠你的 房子这事 谢谢你了 你要谢我的还很多 欠我的也很多 是 好好想想 慢慢还 替我还给郑小北吧 好好的啊 走吧 走了 拜拜 拜拜 这些东西我来收拾你 都快收完了 别动了 别动了 这都交给我 你怎么还坐地上呀你啊 你现在的任务 就是当一个闲人 好吧 没得清楚咱们我搬新家 出去吃一个好不好 我不饿 你不吃怎么行啊 就算你不饿 肚子里的孩子也需要营养了 再说了 你孕妇哪有不胖呢 你放心 等你生完孩子 我一定让你恢复到 你最瘦的时候 我怀孕可辛苦了 我不想吃东西 我已经胖了两斤了 没事 没事吧 我突然特别想 吃那个东西 什么东西 就那个东西 我追你那会儿了 给你打包一种汤 你记得吗 记得 特别好喝 是挺好喝的 我就想喝那个汤 行 只要你不减肥 你想吃什么 我都给你买去 有人照顾真好 再也不当女汉子了 你等一下等我 我现在就去好吗 嗯 来 快点等我啊 好吧 不许动啊 不动 你怎么那么多书啊 我是文学爱好者 当年伟小宝不识葬 他搬家的时候呢 就找人买个汤子书 说书是最好的装饰品 那太好了 你不用再去买书了 你能放进去吗 嗯 嗯 对 好 来 我刚想你来 我酒吧那边还有事 辛苦了 你帮我把这儿收拾一下 学长 先撑了 先撑了 我们走了 小肥 小肥 回来了 你怎么不开灯啊 过来 坐啊 你怕我把你吃了 今天是入坠仪式 对 那我喝完这杯酒 是不是再改名叫周礼了 对 周门礼事 那是有课在杯上呀 呸 真不吉利 干什么 我喜欢这酒 有股淡淡的花果香 莉莉 有一问题我特别想问你 怎么今天上午看见那婚纱 为什么吓得直哆嗦呀 没有啊 没有啊 我都看见了 我就不明白了 你是特别怕结婚吗 谁说我怕结婚 太逗了 不怕你喝什么呀 跟谁喝呢 自罚啊 咱们俩住在一起 我特别高兴 我开心 我喝酒 正常 行了 狡辩是没有用的 一提结婚你就怂 你就是害怕 孙子害怕 你不怕 不怕啊 真不怕 不怕 行 明天早上咱俩领证去 行 你说的 空口无凭 我去拿十笔写下来 你这写呢 明天谁不去谁孙子 行 明早起床 马上领证 不去 是猪 这是狗 你 这是狗 狗不狗 不去是狗 不去是狗 我去 你怎么去哪儿了 你怎么去哪儿了 你怎么去哪儿的 也不去哪儿了 你怎么去哪儿的 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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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不接啊 跑了 我就说这孙子靠不住吧 关键时刻 关键时刻掉链子 太好了 身体跟着理由 小白 什么事那么着急啊 又遇着一个逃婚的 逃婚 莉莉啊 不嘛 小北 你怎么那么倒霉啊 跟樊斌结婚 樊斌跑了 跟李宇结婚 李宇又跑了 你是不是混心杀手啊 到底怎么回事啊 我们俩昨天晚上 喝着喝着喝高兴了 就是今天早上起来去领证 结果今天早上一起来 人没了 去哪儿了 你问胖子了吗 问了 他说反正不在酒吧 他也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你说你也是 上一个是朝着朝着 就跟着领证 这一个是喝着喝着 就要跟着领证 我没想跟他真领 我就跟他闹着玩的 吓唬吓唬他 没想到 现在他让我去跟他领 我也不领了 你们先别着急 我去找找看 你去哪儿找啊 我叫上胖子呢 平时他喜欢去的地方 我都去看看 你们等着吧 好 注意安全啊 好 小白 茶好风说得对 不管怎么样 先把人找着 不是 那他跑什么呀 行了行了行了 不着急啊 把人找着了 好好跟他聊了就行了 聊个屁啊 就在这儿等着 一会儿回来 看我怎么收拾他 来 怎么样 找着了 染人呢 一个人坐在海边 谁劝也没有怎么说 也不回来 怎么喜欢 不想跳海吗 你让他跳好了别拦着 不可能 他什么都没说嘛 什么也没说呀 看样子是真被人 估计几个月都还不过来 小北 要不你去看看吧 对啊 小北 去看看吧 有什么话跟他好好说 要不然咱们陪他去吧 他要是不想跳的话 咱们把他扔下去 这李李干什么呢 文静你先别过去 小北 小北 你过去跟他聊聊吧 去呀 小北 去吧 去吧 去 去吧 去吧 我请不过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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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是要干吗 我今天早上之所以没去 我觉得我还没向你求婚呢 今天我把所有的朋友叫到现场 见证我们的爱情 小北 在遇到你之前 我的人生没有任何意义 遇到你之后 你就是我全部的意义 从来没改变过 我也从来没想过 我也从来没想过 我这辈子会这么幸运 你能跟我在一起 这辈子 鉴于上次的教训 我就不把戒指放在酒杯里了 周小北 嫁给我吧 这辈子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明明是上班 你戴戒指了吗 你就求婚 我没戴戒指啊 没有你下起什么哄啊 你赶紧起来吧你 对 对 对 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我的剧板明天就要开机了啊 我要缴工资了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生了 再过几个月我就要当地了 对 小邦 你来晚了 好 我自发现没 正义啊 赞助 赞助 来 来 等 再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 酒吧已经过户了 正式属于我们了 十月 欢迎干 来来来来 我问你们啊 你们都说过我爱你吗 我爱你 去去去 不是说你 我说你们这两段彼此说过我爱你吗 慕容 老听人说 爱情 爱情 爱情到底是什么 老在电影电视剧小说里听人说 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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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真的存在吗 你连爱情的结晶都有了 还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呀 别打岔 爱情到底是什么 一个一个说 胖子你先说 爱情 爱情 爱情就是涨工资 对 爱情就是我们王源涨工资 出血 爱情就是剧本费疯长 爱情 就是小北二婚 我们的二婚比蜜甜 好 欢迎来 我们的爱情 干杯 爱情 对 爱情 听言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 学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 你才带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知道不舍也不配 而我寂寞每一场 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脸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万女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万女情人 我不会弹吉他唱歌 也不会斗争你快乐 好 听言蜜语怎么写 暧昧怎么说才对 学不会 就被淘汰你的世界 只怪我不够特别 应该送多少玫瑰 什么颜色 你才带情人节 是今天还是昨天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这一次我无度可退 而我只难忘不舍也不配 而我只梦寐 一场你多看我一眼 baby给我时间 也许你无所谓 别让我不要脸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万女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万女情人 我不会弹其他唱歌 也不会弹其他唱歌 也不会斗争你快乐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万女情人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只愿意为了你恐奔 欲在他也奔不顾身 我没有天分 当你的万女情人 我不会弹其他唱歌 也不会斗争你快乐